今年對大部分的家庭來說 是分析突然的原因 不過對牛市家庭的聲音 在最不延遲的修理感受的世界 家父的健康對過年之前 照強夫婦的改案 恐嚇是幸福的人品 但期待二兩月半年 最莫得四千萬的健康 希望十二位台中恐嚇出送食物 天主來到牛市家庭 因為爸爸很早在我國小 四年級的時候就過世了 然後家裡就是靠著媽媽 做家庭代工的部分 就是養大我們 因為現在自己能力 也還可以都會定期 有做一些社會上面的捐款 我自己會去設定一個 就是小小的目標 就是我也要像以前 幫助我的任養人一樣 可以幫助以後的 就是家父的孩子 然後我是自己設定 至少要當三十年的任養人 公演在台下都過去台 做成三是團圓翻 和祖地良鳳包 是很煩氣的世界 不過對英俄師家庭的營養 來說也很難做到的 我們期待就是說能夠透過年節 能夠為這些家庭 沒有到一些住學或者是各項生活費用 讓這些孩子能夠平安 充分地平安地長大 還有充分地就學 家父幾件費希望提經驗 摸到四千萬元幾件費 雖然有四千萬元 祖地安心去住宿 每位天主營的三川都市內保 學家新聞沒有萬一 林文雄特別報道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